主料,羊皮500克,萝卜1个,辅料,青蒜100克,勾起100克,盐,料酒,胡椒粉,姜,啪嚼,灰皮,香叶,红枣2个,准备食材,做法,羊皮用刀刮痴羊毛,放开水焯5分钟,用清水洗净,切换,高压多放水放姜,啪嚼,灰皮,香叶,红枣,料酒,羊皮,煮它, 关火,把高压锅里的东西全部转到砂锅,慢火炖80分钟,放萝卜去皮洗净切块,青蒜洗净切碎,捞去八角,桂皮,香叶,红枣,不喜欢油腻的,顺便撇去羊油,发,放下萝卜,大火煮开,小火炖至萝卜熟,爆盐,胡椒粉,生,大碗里放青蒜,枸杞,11,盛入汤, 羊皮与萝卜,12,开吃,热咕咕的一碗羊皮萝卜汤下肚,真是美味又去喊,烹饭技巧,炖羊皮的时间比较长,要常常浮动,面瞻锅笔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